看一下我的唇 看一下 我用的是GA的這個唇釉 然後色號是03號 非常的光澤 然後這樣子光澤的唇釉 它完全不厚 不悶也不黏 然後呢今天有抽GA的唇釉 如果想要知道抽獎辦法的話 影片要看到最後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六月的愛用品 那我這一陣子就是台灣日本比較頻繁 兩邊跑出一些事情 然後公司的事情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的身體完全不累 但我的皮膚 哇 我跟你講我這次回來的時候超扯 我抵達松山機場的那一刻 艙門一打開 我走出去十秒 真的是十秒 我全身就是手啊 胸口 然後還有我的腿 狂尋麻疹 然後我原先想說 大概一個禮拜應該會適應這個潮濕或者是天氣 結果到現在 已經二十幾天了 我的皮膚完全沒有在適應 就是它會突然不定觸的就是紅 然後很癢 然後第一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我臉還會一直長一些小疹子 現在好多了 可是胸口還是有給你們看 就近看的時候 你看 就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好那先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穿了什麼 這個背心呢是minimalist的 就是雙肩帶 你可以自己這樣綁 然後我覺得這個橘色還蠻顯精神好的 再來的話呢就是耳環是Ate的 項鍊的話是Tiffany & Cole 然後這個戒指呢是 我這次回來我阿姨給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然後尾戒呢是Ate 這一個呢淘寶買的 首先第一樣呢 所有會畫底妝的人 你給我聽好了 耳朵竖起來 通通給我買Kai Beauty這個粉底液 超持妝超好用 首先最近的天氣是不是真的很悶熱 然後在那麼悶熱的情況下 如果你上妝 但是那個粉底液它就是會脫妝 我覺得那個會比沒上妝更慘 所以其實你就是要找到一個很可靠的粉底液 無論是適合你的膚質 或者是要適應台灣的天氣 就是這之間真的缺一不可 然後我覺得Kai Beauty真的有達到這個很棒的黃金鐵三角 第一的三角就是適合我的皮膚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持妝而且不暗沉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很服貼 像是原生肌膚 但同時達到遮瑕力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毛孔不是特別的粗大 然後瑕疵也沒有特別的多 所以我常常在用粉底液的時候是 想要讓我的皮膚打造那種陶瓷拋光感 因為就是素顏雖然皮膚狀況是OK的 可是就不會有那個很極致 像陶瓷那種無瑕感 那我覺得Kai Beauty真的有達到 可是它又不會讓你的妝看起來很厚重 然後即便我自己毛孔不是粗大的 我都覺得用了之後呢 有讓我的毛孔變得更物化 然後變得更細緻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粉底液 其實蠻挑上妝技巧或是上妝工具 Kai Beauty這個粉底液呢 它的質地無論是用美妝蛋 或者是用粉撲 或者是用刷具 上起來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粉底液它本身的質地 不是過度的流動型 我現在在找粉底液的時候 我看到像這樣子沒那麼流動感 可是還是會蠻流動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那種質地的話 我其實會蠻喜歡的 就是它上上去之後的那個粉底液的密度 會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會讓你的皮膚就是看起來非常的緊緻 那我今天是完全沒有定妝的情況下 也沒有上任何打量 它的妝感覺像這樣 就是有一點微霧光澤感 然後那光澤感就是很自然的那一種 而且是一整天都會有 然後我覺得最不得了的地方就是 在一個35度的天氣下 它一整天不會暗沉不會蠟黃 那我自己的肌膚呢 我覺得以前是真的蠻乾的 現在就是偏乾一點點 我用它完全沒有定妝 一整天都可以持妝非常漂亮 然後也不會有白芝麻 那你如果是混合偏油的話 我覺得你用它 後續再搭配一些透明的蜜粉 應該一整天妝感也會很棒 再來下一個呢 是Lunasol的眼影盤 這個其實我已經買了好幾個月 我覺得它不是屬於那種 當下會怦然心動的眼影 可是呢我這幾個月就是 無腦用它 真的要出席什麼樣子的場合 也用它 然後也都很好看 然後我是很喜歡那種 開水般的眼妝 不要太有存在感 我發現它就是 吻合我這以上的需求 然後這個顏色01 beige beige 也是受到很多的雜誌啊 然後非常非常多人推薦它 但老實說 我在櫃上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欸不對啊 就是這個大力色系的組合 我理論上家裡已經有很多了 但後來桂姐真的實際是在我的眼皮上面 然後刷色之後會發現 它是那種乍看霧面 但是它的霧面帶有一點點很細緻微微的珠光 所以像是這兩個色號 鞋對角這兩個色號 我如果就算不想要今天有太複雜的眼妝 就是只是想要一個顏色用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讓你的眼皮 變得有一點立體感 那我最常用的就是這個鞋對角色號之後呢 我會用這個深色去做稍微稍微的加深 因為這個深色其實對我來講 還是會有一點點偏濃 然後它的顯色又比較好 所以我真的都會是沾一點點在眼尾而已 那其實大家最喜歡的這個 有點像是美人魚珠光感的這一顆 我反而比較少用 因為它的光澤感有點太強烈 就像我剛剛講 我喜歡那種有點淡如開水的眼妝 所以今天像這樣子 對我來講就蠻剛好 就有一點點光澤感 然後有一點點深邃度 但這樣子就恰到好處 然後補充一個就是我所有的刷具都帶回日本 但是我這次回台灣的時候 沒有帶任何一支眼影刷 我都是搭配它裡面的這個 就是現成的 其實也很好用 然後暈染也非常好暈染 我這個月用到烏卡的這個底油 3號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之前一直都是用烏卡的底油 作為就是上指甲油前的那個打底 所以就是烏卡的底油 指甲油最後再用TOPCO 但是我幾乎沒有用過他們的底油 是單擦它而已 然後這一次呢 我用到3號這個顏色 單擦它就很漂亮 其實現在我手上也有擦它 你會想說就是沒有顏色 對 如果你是想要追求素甲 但是素甲看起來漂亮 或者是它是那種若隱若現的光澤感的話 你就可以用它 然後尤其3號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很堅信那種假床的顏色 就有點像以前早年流行那個MLBB色 有沒有 My lips but better 那它這個呢 就是讓你的假面看起來是你的假面 可是看起來又更好看 然後它裡面呢 它有一點點微微的很細很細的光澤感 所以擦在手上的時候呢 其實鏡頭看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每次肉眼自己看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子一直端詳我的假面 它很像是你擦完護手霜 然後再用指援油 就是那種很保養你的手腕之後 不是會呈現一個很漂亮健康的光澤感嗎 它擦完就是會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平常不習慣擦指甲油 或者是你因為工作啊上學 沒有辦法擦指甲油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擦它了 它就是真的像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修飾打底 重點是因為它是很透明的質地 所以擦在手上雖然看起來有光澤感 可是如果真的掉漆的話 也不容易被識破 然後它的這個底油一直以來 它的快乾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推薦給無論是指甲油親手 不太能擦指甲油 或者是不習慣在指甲上面有很濃烈的顏色 但有想要讓你的指甲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的話 這個顏色我覺得真的調的非常棒 我這種語言學校畢業之後呢 我就是慢慢找回那個過生活的步調 過去一整年就是過得太快了 就是要拍片 然後又要顧品牌工作 然後又要念書上學什麼的 所以就是一直 然後畢業之後呢 就是重新找回那個感覺 其實一開始還會有點焦慮 就是覺得說 怎麼突然步調過得那麼慢 是不是自己太鬆散什麼的 後來才發現沒有就是 好像多一個喘息的空間才是正常的 那我多的喘息空間 我就有看一些電影啊 看一些劇 看一些動漫 然後這個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部電影跟一個動漫 是我這個月看很喜歡的 第一部電影是張愛嘉指導的心動 它是一部真的蠻久以前的電影 我覺得我現在看 對這個電影應該才會有感覺 因為它這部電影就是在講 青春時代的那個戀愛 然後後來兩個人 因為可能家人關係 因為客業關係 各種關係 或者是 也是因為以前就是比較年輕 莽撞不成熟嘛 反正就是這個 而戀情就有點不歡而散 然後後來就是 又遇見了彼此 然後就是會有一種 哇 又在相遇 但是時間好像又有點錯 然後錯過 但是彼此又還是有心動的感覺 這個情緒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 比方說談過幾場戀愛 或者是活到了某一個歲數 好像就只會覺得說 喔就是兩個人錯過啊 喔他們又相見 就像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不同時間點 看某一些作品 真的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我有漸漸在 領悟了這件事情 然後 裡面呢就是 金城武嘛 哇 很帥 我小時候完全不覺得金城武帥 我覺得金城武應該也是屬於 就是過了 20歲 25歲 才會懂得欣賞的帥哥 然後女主角是梁詠琪 哇梁詠琪的臉 超小 我覺得她的臉 應該跟車輪餅一樣小吧 然後整個人又超高 我覺得比例真的是好到爆 然後也會發現就是 蠻多以前的演員是真的很保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是用自己最自然的方式呈現在電影當中 我蠻喜歡的 那這段故事呢是一段故事 可是我覺得她是用別的切角來去講這個故事 也蠻獨特的 就是她是用一個導演跟編劇嘛 在就是講述一個他們發想的劇情 然後扣回到金城武跟梁詠琪之間 在學生時代到後來相遇的那一段 但同時也反映導演 也同時是張愛家 在電影裡面的一個她自己真實的故事 所以其實如果硬要講的話 算是分三條線 但是彼此都有一點交叉 但彼此也可以各自獨立 我覺得是一部真的還不錯的電影 然後再來呢 非常的跳動 我最近看了排球少年 OMG 超好看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看動漫的人 直到我看了獵人 然後我有在愛用品跟大家分享 所以後來其實蠻多人推薦一些其他的片給我 然後有一些我有去看 可是就還是沒那麼符合我的口味 直到是有一天晚上 我就是跟我弟在聊天 我說最近真的是沒什麼劇可以看 就是那種真人的劇 他說不然你去看排球少年啊 我跟我女友都覺得超好看的 然後我心想說好吧 那回台灣 Netflix打開了排球少年 還有中文字幕 一發不可收拾 太好看了 我本身其實是很喜歡看運動比賽的那種 就是足球或是棒球什麼的 看排球少年就是 就是在看另外一個運動比賽 然後你參與其中 而且你知道嗎 我會看到手狂流汗 腳也一直流汗 我超緊張 好像我在上面打球一樣 然後我會緊張到 就是會先暫停 然後這樣 然後再按開始 真的非常好看 去看排球少年 真的不會讓你失望 我覺得我今天的聲音即便喝超多水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有那種 吞一把沙的感覺 還是因為最近酒喝比較多 然後影片看到這邊你才會有的福利喔 希望大家不是為了這個福利 所以拉到最後 然後忽略的中間 不然我會心碎很難過 就是口紅角劇場 有跟大家分享這個GA的唇蜜 然後GA非常的慷慨 贊助我們有抽獎 所以如果你對GA的唇友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留言參加抽獎 然後附上你的IG帳號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蝴蝶袖沒有甩了 掰掰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也非常加分的一點就是 它完全不會寫內衣痕跡 像我今天穿白色 然後又有點合身嘛 我穿正常的內衣喔 你不會看到什麼內衣很明顯的痕跡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喜歡穿那種短版T恤 可是不是那種真的超級短 就是微短小辣 拜託去買它